上课来,上这课我们讲到比萨铁塔两个铁球同时着地对吧 现在有哪个同学能复述一下这个实验 并说出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王老师,你这样可是不行了 我作为学生,我依法学习,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你呢,你没有遵循一个老师应该有的行为规范 你上课一上来就哪能问学生这样的问题呢 你这种提问没有经过报批 学生会没有审核通过 学生会相关部门秘书提前没有知道你的教学大纲 你这样的临时教学方式是有反学生会规定的 所以啊,我觉得我们学生会还是要重新制定一下教师上课管理法 做到有序教学 在我们广大学生的监督下 老师的教学权得到了保障 这样呢,我们学生的上课权也得到了制衡 你不要觉得你们老师有多么了不起 好像什么,我们天天说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你就是好像有一种天赋灵魂的感觉了 这个教学权是老太爷给你的 不是的,没有我们学生的领导 教师哪来的教学权 没有我们学生打下来这个学校 你老师上哪去吃饭挣钱去 你要想清楚你们老师一天吃几两干饭 这个饭碗是谁给你们的 不能一边吃饭一边砸我们学生的锅吧 你们呀,不要一天天总想着想着 哪个班哪个学校他们的教学方法好 他们有他们的校情 咱们学校有咱们学校的校情 我们要创作出一套有咱们学校特色的教学制度 让广大的学生和谐统一地构建成一个整体 以后你要是再照搬别的学校那一套 那我可要开除你的校籍了 你爱去哪教去哪教 我们学校不欢迎你来教 大马路没加盖 你随便横踹马路就能去别的学校 你爱去哪去哪 另外我要提醒你啊,王老师 作为教师不是什么话都能说的 不是什么问题都能提的 你要注意场合,注意影响 这个问题有的学生会答,有的学生不回答 那不回答的学生会不会因此而产生负面心理呢 我们教学想讲的是什么 是让学生心中充满正能量 你如果一个提问让学生反而有负面情绪了 那你这就不是一个好的课堂提问 我甚至可以怀疑你居心叵测 你是不是别的学校派来打压我们学校心理素质的 你家住哪啊,王老师 你是不是别的片区划过来的呀 你在自己片区找不到学校 上我们这来,我可告诉你 想挣我们学校这份钱 就得听从我们学生会的安排 这样吧,下个礼拜六一二童节 给我们学生会出三台节目 要歌颂我们学生的积极正能量 阳光健康的形象 知道了吗